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挑戰了 掉零三次 我都失敗了 第一次因為我小看了掉零 而敗 快點躲起來呀 快點啦 第二次 我打造了蜜蜂軍團 但 依然 還失敗了 蜜蜂在攻擊他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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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屁股 第三次我製作出大量的治療藥水 並且做出了最強的裝備 我 還失敗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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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就已经有材料了 我要做出一样东西叫做力量药水 力量药水好像是很简单做罢了的 先让我放一点水瓶下去 做出那个出自的药水先 OK 力量的药水是加攻击力的嘛 那么这一次我的计划呢 我是打算在山洞的底部去干掉掉零的 因为我发现和他对战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会飞来飞去 但是如果在山洞的底部的话 无论他怎么炸开那一些墙壁都好 他都很难能够飞到去天空 当然我还是要做出一点药水来 让我自己变强 OK 我知道力量药水是把烈焰粉放过来这边 然后药水放过去 就是这样做罢了 这个烈焰粉 我在上一集找到了这么多嘛 所以也不用担心用完了 OK 在等药水的时候 让我做一些金西瓜 这一次我没有打算做太多的治疗药水了 OK 就做几个就好了 OK 力量药水做出来了 那之后我要增加那个效果 OK 就是这样 增加那个效果 他加3的攻击伤害 因为我会在山洞里面跟那个掉零对战嘛 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能不能躲在那些洞口后面啊 这样子一直砍他弄那个剑 现在我的这把钻石剑是有亡灵杀手5级的 OK 所以呢 我想告诉你们 我砍他一定很痛的 我知道他属于是亡灵 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要做出亡灵杀手的剑了 就是为了砍死他 OK 我会做出6瓶的治疗药水就可以了 你们可以看到我已经准备好骷髅人的头了 这个我不打算再让你们看我去找了 很花时间 我亲爱的小风 来 吃块牛肉 让我收集一下 OK 蛮多一下的 所以就是收集了之后重新中过就可以了 那个下界又成长得好快哦 所以基本上我现在等于是有无限的了 就这样踩了之后又中过就可以了 好的 那么药水已经准备好了 3瓶的力量药水 6瓶的治疗药水 这就已经足够了 主要是我要困着他在那个山洞里面罢了 先看一下这个商人卖什么 这位先生 你又是卖一些垃圾哦 那些什么素描的 而且还跪到半死 为什么你这个黑伤经常出现在我家附近呢 你是不是觉得我的钱很好赚呢 你是觉得我的钱很好赚是不是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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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滚 不要攻击我 啊 你还是攻击我的 我就从这边开始挖吧 这边离我家不是很远罢了 就是这样不断的往下走 尽可能下到有多低就多低就对的了 哦 挖到来山洞了 ok 这边跳下去吧 我并不是要来这种山洞的 我还要继续的挖 ok 这里好像是最底部了 这一些是不能挖的 对啊 这里是最底部了 我会做出四个通道了 为了让自己可以到处的移动 这个应该是对付他最好的办法了 不要让他飞来飞去就可以了 ok 这个通道你看到了吗 就大概是这样 那之后 然后 这边开始 准备一个空间 就是拿来召唤他的 ok 那之后我要做多两个通道 例如说 这边 就是这样 做通道出来 万一他真的破坏了什么 我都可以移动去另一个通道 ok 大概这个深度就可以了 我的计划就是哦 他召唤在这边嘛 然后他会在这边 我就在这里 这样子 砍他 砍他 这样子 如果他攻击到我 我就退后一点 用弓箭来打他 ok 万一他真的站在我眼前 一直攻击我 我也可以这样挖 躲在旁边去的 一如说这样 这样挖 我躲在这里 然后一直这样子打他 ok 就是大概这个样子啊 但愿是没有任何的意外了 因为经常我发现都会有意外的事情 哇 刚刚那个是什么声音啊 可以找到一些意外的收获 钻石 谢谢 今天不是想要找钻石的 说实话 ok 我想我已经准备好了的了 现在呢 有四个通道 这边一个通道 这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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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召唤在这里 然后我就可以从这四个通道攻击他了 主要我是在一个通道一直砍他啦 要看他会做出怎样的事情喔 永远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的嘛 召唤他之后 我会马上喝这个力量药水 ok 这边我还需要多一个位置 放他的头 你们准备好了吗 今天这一次 我不可能再败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绝对新的通了 只要他没办法飞来飞去 我肯定能干掉他 我已经败了三次了 我真的不想再败了 来吧 来了 让他爆炸先 herber gemacht知道 喝点 喝点 还是 chassisna 啊 来了 啊 啊 啊 砍到 砍到 忘记喝力量药水了 喝力量药水了 好 一次又一次的败给了他 这个噩梦终于结束 我一直都认为要面对面跟他单挑 但结果我用这样的方法把他给打败了 虽然这个方法不是很光彩 但依然的我把他给打败了 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那么现在我已经正式的打败了凋零 下一个目标就是墨影龙 那其实我是想要把墨影龙留在最后的 就是把所有事情都做完先 最后才去找墨影龙的 还有很多事情我想要做的在这个minecraft 总而言之先让我爬回上去先 OK我从哪里来的我就从哪里上回去吧 因为我不想挖到岩浆什么的 话说那个治疗药水我都没有用到 一个治疗药水都没用到 我才刚上来就见到这个苦力拍了 没有你们的事情啊 已经回到来了 真是舒服啊 没有失去所有的东西 真是让我舒服啊 这个下界之心可以做出这个东西 叫做性标 让我去网络调查一下这个性标是拿来干嘛的 他用的材料也是蛮普通的 只是一些黑钥匙玻璃 还有下界之心 我们先回家把那个性标做出来吧 我在网络上调查了 性标他是会发出一个光注到天空的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就有一个想法了 OK材料已经准备好了 来做出来了 OK性标做出来了 他们说需要放一些铁块或者是金块 来围着它才会启动的 我还有铁啊 可是要做成铁块我倒是有点不舍得的 这个铁块我看我可以做多少吧 做完它吧 我可以做六个罢了 OK然后我还有一些精力 精力我把它做成精丁先 OK精丁再做成 尽快 尽快我才能做到一个罢了 我做出了八个铁块一个金块 我把我的铁和金全部花掉了 没完呢就为了要启动这个性标 为了纪念打败的这个吊零 我要把这个性标做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先让我做一点木的楼梯出来 好的现在我要做出一个地方来放这个性标的 其他的事情待会再做吧 这个事情比较重要 我想我把它做在这里吧 我的想法就是呢我要做出一个楼梯先 OK我做出这个楼梯来了 那之后呢我就要用我的玻璃了 其实我想要做更加大型的一个东西的 那个我打算我之后在自己装修吧 因为我总不能让你们一直看我在这边做这些东西吧 你们会觉得很无聊吧 这种慢慢建东西的时候呢 还是我自己线下的时候做吧 现在我只想做出一个简单的地方 来放那个性标罢了 之后我会再改装的啦 不要怪我 因为我比较喜欢做到美美的 把自己做出来的东西看起来更加有意义 对不对 竟然要做就做好来嘛 OK就是这样了 这个玻璃的地板已经做好了 那之后 他们说要做一个四方格 我做在这边吧 OK 这样 我应该没有搞错吧 OK铁块这样一个四方格 金块就在中间 那之后 信表 这样就可以了吗 哇 哇 这个好神奇哦 而且他还可以给我加东西的 如果我把这个金字塔做得越来越高 他的效果就越来越多了 太棒了 这个 等下一集你们会看到我会再把这个地方装修到更加的美了 那现在就这样吧 让我们纪念一下 他终于打败了 终于打败了 终于打败了 这个沙子或者是沙粒 他们说要准备刷子的我要做刷子出来先 我都忘记做刷子的材料是什么了 嗯 刷子的材料很简单啊 只是一些桶 桶和木棍 还有羽毛 好的 各位鸡鸡们 需要你们的羽毛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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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然后再给你们吃 继续的小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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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哦 我们有客人了 他们怎么在水上的呢 哎 各位先生 谁叫你来我家的哈 嗯嗯嗯 我用弓箭都打死你们呢 为什么你们在水上呢 经常来我家的发现他们 ok 那么关于那个可疑的沙粒 还有沙子 我知道哪里找的 他们说在水下的那一些水鬼的家这样的 我们之前都有看过很多了 但是我从来都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可疑的沙子那些的 这里算是吗 这个应该不算 不是这样的 它是有水鬼的我记得 今天的水里面怎么这么干净啊 平时都会看到水鬼的呀 今天的水里面啥都没有 看到一些海豚呢 走着走着都下雨了呀 哦 我好像看到了 就是这种地方了吧 好像有箱子的 好像是这种地方了 为什么这个地方那么奇怪的 没有水鬼的 可是有箱子窝 哦 藏宝图 漂亮 好久没有去找宝藏了 说实话 最近都下去地狱的 但是这个好像有点不一样 这里会有可疑的沙子吗 话说 他们说可疑的沙子很难看出来的哦 用刷子就能分别了吧 在网络上看哦 他们说会有一点点的区别的 普通的沙子 普通的沙子 还有可疑的沙子 用刷子去刷他的时候 他会有那个裂痕的 哇 今天的天气好糟糕啊 打雷打到很严重了喂 可以让我挖一下看看 说不定在下面 这要看出来应该是蛮难一下的 我就用刷子随便的刷刷 可恶啊 我看不是这种地方啊 网络说他们是出现在有很多水鬼守卫着的 通常在那一种地方 这个地方都没有水鬼啊 这天气好糟糕哦 我会不会给雷打中的呢 我都有点害怕了 哇 看到那个闪电了 我的天啊 哇 那个闪电电到那边着火了 哎哟 好吓人哦 哎呀 可疑的沙子就没找到了 只是一直听到打雷很恐怖罢了 一直看到那些闪电哦 总觉得啊 那些闪电说不定会打中我呢 呵呵 这比boss还要恐怖哦 哇 那个是什么来的 那个是白马吗 为什么他站在空中的 哦 他没有站在空中 哎 不是白马来的咧 是骨头来的咧 为什么会有 哦 哇哇哇哇 等一下 吓死我了 发生什么事了 你们从哪里来的 从天而降吗 我要他的马可以吗 哦 吓死我了 哇哇哇哇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哇哇哇 吓死我了 哇哇哇 吓死我了 这个马 可以拿回去的吗 哎呀 我只有一个绳子罢了 糟糕 不要打那个马 你做什么 哎 吃掉叉子那堆下 哎 我机会打地走 organization 哇,这个马好特别哦 它可以吃草的吗 它都没有肉啊,它怎么吃东西 我想拉两只回去耶 我又没有绳子了 哎呀 我看算了吧,我就带一只回去吧 我不贪心了 OK,这边我要 换个视角 哇,那个剑插在我的头上了 不用紧,有收获了 为什么它会淹下去水里面的 What 它不会浮上来的吗 是因为它没有肉吗 OK,不用紧 最重要的是 我把它拉回家先 哎,我玩了Minecraft这么久 我没有看过这个马耶 它们是因为打雷才会出现的 是吗,我刚刚看到那个骷髅人 它们从天而降了 好像是打雷之后然后出现的 好神奇哦 你看它不会浮上来的 What的 它还真的是一个骨头来的耶 如果能骑它就好帅哦 我家里还有马鞍耶 之前我在地狱我拿到几个马鞍回来了 你还好吗 在下面 我还是要看着它 我害怕等一下它卡着 然后断绳子的 我可不能失去它 哎,你们能在评论下告诉我 这个骷髅马是不是很稀有的生物啊 我玩了Minecraft那么久 我才第一次看见罢了耶 OK,我们回到家了 我会把它放在大白的旁边了 我还没有想好你的名字了 上来 上来 哎,真乖 真乖 来,这边还有位置的 还有位置可以住多一只马的 你就跟大白一起住了 大白不用那么寂寞了 以后 有伙伴了大白 过来这边 好了 大白你有伙伴了 开心吗 哈哈哈哈 大白看着我说 这 这谁啊 他说 哈哈哈哈 这谁啊 哈哈 Oh my God 对了 我放那个马鞍上去可以吗 对了 我的马鞍在这里 哦,还有哦 我还有这个钻石马鞍 我都忘记拿来用了 不知道能不能给他装上呢 如果不能我就给大白吧 我都忘记我从地狱那边拿回来了 来 看你可以装吗 哦 可以装马鞍吗 哦,马鞍是不能装的 哎,可是我可以骑他 来,大白我给你换装备了 哎,我要怎样帮 大白换 哎呀,哎呀,不意了,对不起,对不起 哎,你是从哪里来的 Oh my God 你是从哪里来的 哦,他打到我的大白了 他从哪里来的 他从哪里来的 我老耶 我跟你们讲啊 这些骷髅人啊 全部从天而降的 我把钻石马鞍收回去吧 我们有了最新的伙伴了 骷髅马 我要试试看其他 哎,话说 他是可以在水下呼吸的哦 这个马都不会死的 那我不是可以 骑着他在水下咯 哎,他真的不会死的哦 哇,这个好帅哦 哦,我可以骑着他在海底里面走哦 what 毫无疑问这是最酷的马了 可以在海底里面行走的马 这也太酷了吧 不过他好像不能游泳啊 好帅哦 在海底里面骑马 Oh my god Let's go Minecraft, Minecraft, Minecraft 好的,那么我想这个Minecraft的第22集就到这了 我们再下一次再去找可疑的沙子那些吧 今天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打败了凋零 甚至还找到了这个超级酷的马 酷柔马 等我快点找到命名牌 我要给他做个名字了 一开始玩Minecraft的时候 游戏还是蛮现实的 OK 要做物质啊 那些生存下来啊 现在变得越来越魔幻了 真的是 哈哈哈哈 杀呀 杀呀 哈哈哈哈 好的,那么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Minecraft影片的话 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 给这个影片50个赞 我们可以做得到吗 Let's go 50个赞 就为了纪念我打败了凋零 找到了一个酷柔马 好不好 50个赞 那么记得大大力的点个赞 点个订阅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拜拜 rondoper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